那上個東西叫做氣溫跟濕度 第一個氣溫就是廢話 空氣的溫度 廢話一句 剛才這個考過 這個考過 然後我們就會寫到 量氣溫要在陰涼的地方 你要量的是大家已經經過熱平衡過的 那個叫空氣的溫度 不是把它放在那裡讓太陽曬 有太陽一照 所以就上升 這個雨飄過來這個東西就下降 不是 所以要放在陰涼的地方 這個你後面又寫到考過 畫一個人 伸兩隻手 一隻手在陽光下 一隻手在陰涼出溫度 哪一隻手是對的 陰涼出是對的 就是這個 經過陰涼的地方 這個考過 然後這個看完就算了 就最高溫跟最低溫了 因為吸熱跟放熱的平衡的關係 所以最高溫不是出現在中午 是出現在下午一點到三點 兩點中 只要一兩點的時候左右 那麼最低溫就在日出前 為什麼 因為太陽下山就不吸熱就要放熱了 放放放 放到日出前放最多 所以日出前最低溫 這個知道一下就可以了 那麼 生物有交針扇 好 我們這裡講針發 水既針發 針扇到空氣中 可是空氣不能夠無限制 沒有辦法無限的容納水 就是你們理化教的那個水裡面 不能夠無限溶解糖一樣 有個限度 這個限度跟氣溫有關係 氣溫如果越高 他如果裝的水氣就會越多 裝裝裝裝到最多裝滿 跟理化的溶一樣 就能夠達到所謂的飽和 飽和 所以一定體積的空氣 一定的溫度 只能夠容納一定的水氣量 基本上其他條件一樣的時候 溫度越高 能夠容納水氣量就會越多 裝到滿就稱之為飽和 所以我們就有個所謂的相對濕度 相對濕度 講義上面的知識塊 你有跟你寫 空氣的水氣有幾個不同的表示方法 你看一看就好了 國中只教這個相對濕度 我這一個一公升的空氣 有五公克的水蒸氣 這五公克不重要 因為如果最多只能裝六公克 我就快裝滿了 我如果最多可以裝十分 才裝一半而已 所以我要算個相對值 所以算就這樣算 分五是最大水氣量 分子是所含水氣量 然後數學的要求要乘百分之一百 才會有百分符號 這要做相對濕度 高中 高中會用露點溫度來加 用露點溫度去算 這是高中的事情 學著這題考過 基本上大考試 地課大考試沒考過計算體 不知道為什麼 只考過一次跟計算體算站在上面 就這一題 而且是用露點溫度考 沒學過耶 不重要 畫了一個表格 A跟B幾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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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訴你公式都是A除以B 然後現在幾度回到表格 看到A看到B上去就可以了 而且還不用算出來 只要劣勢就好了 三分之二還是五分之七 會劣勢就好 答案就出來了 這是第一科考試最接近計算體的一次 最接近計算 這樣子算計算體嗎 碳到 拔起來 升進去 拿又出來 連算都不用算出來 是不是都不用算出來 就這樣這樣 但是我們國中是這樣教的 底下是最大選氣量 上面是鎖含 像這樣舉例 我最多可以裝22公克 我現在裝11公克 百分之多少 22分之11乘100% 算下來50% 就是叫做相對師父 要會算 要會算 好 我個人不喜歡這種考法 我覺得這種考法太沒有程度了 我比較喜歡考法是畫一張圖或寫一個表 你從圖裡面 表裡面看出來 最多裝多少 我有裝多少 然後塞進去算 我覺得那樣考起來比較算是有程度一點 OK 相對師父 要會做計算 最大水氣量 所含水氣量成100% 百分之100 差不多相對師父 好 所以寶分的時候多少 百分之100 很好 百分之100 百分之100 中央氣量局會有一個叫做舒適度指數 就是你感覺如何要舒適度指數 根據氣溫跟濕度算出來的 好 基本上溫度太高 濕度太高 你都會覺得不愉快 身上黏黏的 太悶熱 會怎麼樣 大概40到60%的相對濕度 溫度20多度 人的身體會感覺比較愉快 舒服一點 太高溫的 濕度太大了 就會覺得不愉快 不舒服 叫做相對的濕度 還有一個舒適指數 這樣算 這邊有個神奇偉要的公式 當然不用背 我也背不起來 你也不用看得懂 因為他這TTTTTTT 都是用所謂的絕對溫標 你也跟你用的溫標也不一樣 然後錄影溫標也沒有學過 所以你完全不用管這個攻勢怎麼來的 只有一件事要知道 人的感覺 人的感覺 會跟溫度多高有關 會跟濕度多大有關 還會跟有沒有風有關 最近又發生了 之前是有一次新聞上 很多新聞寫 紐約氣溫零下四十度 我怕死人 變難幾了 前兩天 因為美國最近 前兩天真的非常冷 對不對 又人寫之後什麼 美國會不升到零下五十度 我怕死人 那些 你看 體感溫度 什麼叫體感溫度 你感覺的溫度 因為現在零下二十度很冷 對不對 有風一吹又怎樣 更冷 叫做體感溫度 體感溫度零下四十度 你覺得好像零下四十度 可是實際上只有零下二十度而已 亂寫 亂寫一通 好 要體感溫度 所以 所以你覺得如何 還會是跟誰有關 還會跟風有關 可是我們的氣象體在算什麼 算到風 沒有 像一算就只算誰 只算了溫度跟濕度 因為風很難算 很難處理 所以還沒有算風 沒有算風 所以你不用背那個神奇 你不用背那個神奇的那個風勢 你不用背他 但是你要知道說 你的感覺跟氣溫有關 跟濕度有關 跟有沒有風有關 但是我們的氣象體在算的時候 只算了誰 只算了溫度跟濕度 別的沒有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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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你要算清楚就可以了 然後我們有六個指數 也不用背啊 欣賞一下就好 或者會聽到 有些氣象會爆 稍有寒意啊 舒適啊 跟熱啊 逸中暑啊 我剛剛目前沒聽過逸中暑 哪一台 我們會 我也沒聽過逸中暑 我也很少去聽那個氣象報告 每個人的舒適什麼 你看看就可以了 你也不用背 這是我們台灣的分法 我們香港的那個 跟我們分的又不一樣 這是我們台灣的分法 跟別的一樣的分法是不一樣的 香港人的分法跟我們分法是不一樣的 所以你就看看 欣賞一下就好 就要舒適度指數 OK 這裡有人有問題嗎 沒有 很好